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也很喜欢唱歌 所以在2020年就首发第一张单曲《幸福时光》 其实焦烈是第一位越南华语流行音乐歌手 她的歌声非常好听 我期待很久了之前播专题的时候 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在我们机会 有这个机会在我们节目上听你开金嗓 当然 这么美的嘉玲姐 我当然要传给你听 我会带来一首我的台语歌 叫做《团圆》 《团圆》就两句 你的台语不仅咬字非常清楚 而且你的台语歌的《尾韵》 也抓得很好 谢谢 台语怎么说得这么好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在台南念书 原来是台南 当时候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都跟你说台语吗 启蒙来自哪 不仅是朋友 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 或是身边出去买菜也是讲台语 妳也说台语 很棒 滴滴滴 真的 其实很多新住民朋友都跟你一样 非常喜欢台湾 比方说我们还要来看到来自俄罗斯的雷锋 其实他从小也对东方文化跟民间信仰很感兴趣 大学毕业之后 他是在台湾念研究所 现在是在台东进行国科会的人文创新跟社会实践计划 他也透过田野调查 认识台湾各种部落文化 南回公路上衣山傍水 这里是台东县的大五乡 台湾族聚落之一 这天雷锋访试的 是目前大五乡人口数最多的大鸟部落 台湾族语叫做巴扎法 嗨 嗨 雷锋 很好很好 来 带你们 回手参观一下 台湾族 现在要上手了 好 幸运 嗨 希望来这边不雅的部落 了解部落的生活 对 谢谢你 不过我对你比较有兴趣 热情招呼的 是巴扎法布公坊的经理王晓彤 2009年莫拉克风灾后 政府培利福岛部落妈妈们 发挥刺绣及编织专长 成立了布公坊工作室 创造工作机会 从简单的零钱包 手提包 到旅行杯包 以及各种艺术品 都融入排湾族图腾和刺绣 天灾反而凝聚了大家的力量 这些资深妈妈们 开始传承推广部落的文创产业 排湾族就是很热爱生命太阳 喜欢它接近大自然 很重视自己的土地 不管它躲斗 它就是一定要 它不会离开它居住的环境 它有想办法克服 是长板桌机 200多分长 一般配那种 家里有大木桌的餐厅 餐厅厅的 这个摆是非常美的 它全手工秀 它只是还有根桌 宽板的 窄板 它是全手工 这个真的好美 对 华丽又低调 是排湾族的文化特色 主要运用 红 黄 绿等三个颜色为主体 搭配代表纯洁的白色 王晓彤说 布公坊的每个作品 都是南回线上的LV 这是来到台东 接手国科会研究计划后 雷锋仿市的第四个部落 除了仔细询问 他也用手机记录下各种部落文化 谢谢 你的牛仔 我给你扣起来 你有教训 真的看人带 好看 学生大部分都买什么 买装包 手机 手机用包 手机包 人前手机两用包 仓袋 粗包 都是很广泛的 小小的布公坊 就像是一个文化传承的 精神堡垒 肩负着附赠台湾族古老文化的使命 即便是初次到访的外国朋友 一读就懂 做部落的研究 除了研究本身之外 它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透过研究去发现 这些部落大概有哪些问题 可能是经济上面的 或是文化上面的等等 然后慢慢发现这些问题之后 就是多过跟人家聊天 跟访问人家 去思考 我们大概能不能怎么样 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以家为本的工作室 上班时间是弹性的 部落设计师们可以依家里需要 调整工作时间 如果有年纪比较小的孩子 也可以带来照顾 这是一个没有框架的工作场域 王晓彤经理说 十几年下来 每个部落妈妈 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 资深专业设计师 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价值 今天很感谢你今天介绍 我今天觉得说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 觉得非常地紧讶 就是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有趣的一个地方 充满这么多很漂亮的 而且文化这个内容 很丰富的一个地方 可以客制俄罗斯文化布包吗 我没有问题 我一定有信心 可以让你带出去 回乡的时候 看到我们 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带出去 长期在人类学领域 不过研究台湾原住民文化 却是第一次 说了新鲜 雷锋觉得很有挑战 他说最近也要开始学 排湾族语言 希望未来的田野调查 更贴近部落 都是跟我以前做 那些原住民 在俄罗斯跟蒙古的那些 游牧民族的原住民的差异 我觉得那个差异真的太大 真的很不一样 我觉得我的第一个印象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们很重视他们的文化 很重视大自然 对 很多就是可能文化的特色 都是跟大自然的有关系 离开大鸟部落 沿着南回公路往北走 雷锋带我们走进南回县上的新兴村 人口不多 是个宁静的小部落 他要来探望在台湾认识12年的好朋友 宋海华 华客 我要去台东大学 哇 好好好 宋海华也来自台湾族 他是传统纹身记忆的传承者 用拍刺将部落文化写在身上 雷锋在清华大学内研究所时 两个人就认识 他送给置身在台湾的雷锋 一个象征保护的百步蛇纹身图腾 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老师当务次的大概两年前 就是指这个传统的老师 这个是蛇纹 在排湾族里面是 也是我们的祖灵守护神 当时我想说他跟我认识那么久了 至少给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属于我们排湾族拥有的图纹 放在他的身上 回到他的国家也可以介绍排湾族 也可以介绍我们台湾 传统排刺在夏威夷 泰国 菲律宾等 许多南洋国家都看得到 台湾也一度盛行 因为日志时代被禁止 产生断层 这十几年来 宋海华老师透过海外学习及交流 提振复兴 希望找回排湾族文身的骄傲 那天他拿出不同时期的排刺工具 仔细地一一介绍 这个是我们排湾族以前在使用的 这是柚子树的针 刺 然后竹子去制作成一个拍刺的工具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有倒勾 然后扎下去皮肤是被拉持 到后面有开始在使用瘦骨 就像山珠牙磨成的针 水路的大腿骨做的 台湾族的拍刺是以木头进行敲打 让墨水从纹身针进入皮肤 早期使用植物刺纹身 线条比较粗 痛感明显 这几年排刺工具进化 现在使用的是抛弃式的金属针 线条比较细腻 在身上作用的力道没有那么大 痛感降低许多 传统的排刺图文有社会阶级男女之分 然而悟患心仪 现在的纹身图腾弹性许多 是可以客制化创作改变的 我们呈现出来的图文 就是我们的一些以前的古老的图文 它流传到现在 我们再来去创作创作 再去改变一些图文 再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做呈现 采访那天 雷锋第一次当了宋海华的拍刺助理 为客人客制化图腾 完全拍刺纹身 三项把那个酒递出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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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們近距離地 忠實記錄了排灣族部落裡 拍次紋身的簡單儀式 及宋老師親自操刀的 柔軟完美線條 你看它尾旗這個地方 它旗的弧形 感覺好像是比較軟一點 皮膚在動態會感覺有點 好像在震動感覺 37歲的雷鋒來自俄羅斯 小時候就對東方文化 及中文有興趣 大學時期因為中文老師是台灣人 協助申請了成功大學的交換計劃 2005年 他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 到台灣當交換學生 我其實很好奇所謂 民間信仰跟傳統的文化是什麼 然後從很多老師聽過 好像如果要研究民間信仰 或者傳統的文化 其實來到台灣比較好 然後語言上面學翻題字 也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決定 我一定要來到台灣 雷鋒說我的台灣故鄉是台南 因為研究所及博士班都在清華大學完成 在新竹豐城也住了十幾年 現在剛好環島一周來到台東 去年夏天因為最熱愛的極限運動 雷鋒跟幾位俄羅斯及烏克蘭朋友 在台東的陸野高台待了兩個多月呢 感謝台東縣政府跟安傑航公司 就是在去年的夏天 舉辦台灣首次的高空跳傘活動 我跟這幾位台灣朋友們一起參與 那我那個時候的角色就是 幫他們找一些國外的教練 包括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教練 去年算是一個表演性的活動 所以那個時候還沒有給觀眾跳 所以只有我們幾個人自己跳 自己跳傘 擁有國際跳傘運動員正照的雷鋒 高中時期就嘗試跳傘 而後幾乎每年夏天 都會和好友們一起跳傘 翱翔天際 跳傘資歷至少八年 我很喜歡遼闊的感覺 或是在天空的那種感覺 對 喜歡跟天空有關的任何的運動 那種或者飛的感覺 非常喜歡 所以其實在以前有機會的時候 比方說在俄羅斯 我都有時間或是有空的時候 都去跳傘 用這個方式去放鬆 去年的活動是他第一次在台灣跳傘 出了興奮更多的是期待 從好奇探索到體驗融入 轉眼間雷鋒已經在台灣生活了14年 他說台灣政府對於留學生很友善 這些年他得到不同單位的 獎補助金 成就了許多學術研究 未來他希望繼續留在這塊土地 用他的專業回饋台灣社會 我是覺得他是喜歡這裡的人 他才會慢慢開始喜歡我們這裡的環境 還有我們的文化 慢慢地去開始更了解我們台灣 甚至於我現在的台東 其實我很喜歡台灣 我希望可以留在台灣在這邊多工作 然後因為我在台灣已經待了很久 然後又從台灣的第二大的學校 就是拿到兩個學位 希望還是可以在台灣繼續工作 然後為台灣為台灣的社會做出一些貢獻 很高興